狗沒有傷的那麼嚴重 狗很好 或者是你有辦法拿出比對的照片 然後證明是同一隻狗給我看 我就當場給你下跪 我們凌晨下墾丁 我們還帶狗去耶 而且那一天 很多藝人 同凹有同行 小田田三點道歉自打臉 馬國畢現身苦勸遭遺說謊幫兇 我是不是會告 宋敬賢會我會告他 你可以說我嚇 你可以說我不認真 但是你說我虐狗 就像說我不敬言一樣 你不要践踏你的家人 不要踩著你的前妻 我求求你放過我 小田田日前被前夫宋敬賢指控虐狗 雖然有血淋淋的受傷畫面 但是小田田卻說 前夫派的狗狗不是他的 還多次錄下狗狗娃跳跳的影片證明 可能你給人家看肚子 你給人家看肚子 不然人家覺得我虐待你 你還要我拍狗的脖子 那你要不要拍你的 給我看 或者是你有辦法拿出 比對的照片 然後證明是同一隻狗給我看 我就當場跟你下跪 小田田發出三點聲明 我不應該因為意識氣憤 為了跟宋先生對著幹而說謊 因为我太着急请宋先生帮忙带狗狗看诊 完全没想到他会将此私事 公布媒体再来伤害我 就指责反控一切都是他的错 我是觉得我不用罪名给你们看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问心无愧 我是可以跟照摇抹黑的人提出告诉我的 什么狗好可怜 你才可怜 狗没有伤得那么严重 狗很好 我们临缠下肯定 我们还带狗去耶 而且那天很多艺人 同凹友同行 他5月3号就是在肯定 我们5月3号有没有去肯定 有啊 有没有去海边 有啊怎么了 慧如有没有 小天天说5月3号是党欧可以出院的日子 我确实跟随剧组朋友们下南部 我说谎我带了党欧南下 拖了同行艺人下水 我要为我说谎道歉 马国毕留言打气 不能一错再错 结果类被网友质疑帮小天天说谎 对此小天天也出面护航 他一直告诉我 事情要用对的方式 请不要误会逼歌 我本来想要他们帮我作证 但他们觉得 希望我放下执念 不要再一直纠结这件事情 小天天承认 党欧确实不小心被我弄伤 因为我以为用婴儿剪刀 自己剪党欧打劫的毛发 应该不会有问题 但当下我完全失去理智 看不见所有问题的重点 只看到大家都认定我虐狗 我觉得被潜伏无名化了 为了证明自己绝对没有虐狗 用各种谎言来否认党欧受伤 我虽然从小 对我知道有人骂我说我活该被抛弃 没关系我都可以忍 而且很多人说疯了 我精神问题 拿出证据啊 我怎么了 我好好拍戏 好好工作 我很努力地在养家 你为什么要用虐狗 他们 你为什么要虐狗 我就没有虐狗 那希望各位媒体也可以还我一个清白 但是呢小天天文中提到 我承认从小没有爸妈保护 所以很习惯防卫自己 很怕被冤枉 网友却不买账 道歉文里满满的情绪勒索 叫道歉妈 继续伪装受害者身份 越看越逗动啊 情绪失控跟说谎 是两码子的事吧 我真的不应该中了魔鬼的诡计 然后让自己这么的激动 对不起 鬼不提我变了你